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女汉子 就是因为之前我染上了堵盒 输了大概有四十多万吗 咱没吃着咱请评委分享一下什么味儿行吗 我听听好不好吃总可以吧 终极挑战 现在我还没开始人家使什么劲呢 我太喜欢你们刚才这个体验 我觉得特别好 你是想上来感受吗 不不就是有点费评委 挑战无处不在 魏莫越战越勇 本栏目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冠名播出 海信空调喊您换新风 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五位评委 让我们掌声欢迎评委 郭峰 施鹏 江涛 霍勇 还有曹颖 现在我宣布越战越勇 魏莫畅想挑战 开始 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赖娜娜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这啥意思啊 娜娜 我这个 来的带着我们店的烧烤来 完了让评委老师们尝一尝 您是烧烤店的老板是吗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大家好 我叫赖娜娜 我来自湖北宜昌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女汉子 我现在在那个湖北宜昌开了一家 蒙古风味的东北烧烤店 你这个风味啊挺养人 那娜娜这个身材就是给你这个串的最好的代言 串是给谁带的 给评委老师们带的 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嘞 来 你看 咱们的女选手就抖着疼人 真好吃 好嘞 谢谢 谢谢 真的据说是 好嘞 谢谢 上台之前现烤的 还热门着呢 还热门着 真好吃 咸淡时宜 温度也合适 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那肉串是有内蒙古风格的东北烧烤店是吗 对 因为我是内蒙古人 然后我老公是东北黑龙江奇奇哈尔人 这个我们家串店这个肉呢 是用我们内蒙的肉 烤法和这个里面用的调料呀什么的 就是配方呀什么的 东北烧烤的特点 对 全部都是东北烧烤 一结合就是内蒙古风味的东北烤串店 但是我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你看你跟你老公离得也挺远的呀 这是哪儿的介绍人给你们介绍认识呢 就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当时我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 完了朋友可能也有这种想法 因为就是我也没有对象 完了他也没有对象 完了当时呢也没告诉我 就告诉我去玩去 完了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坐一块吃饭 说句实话 当时吧我没往那儿想 因为我呢我的性格是比较就是女汉子型的 然后我老公呢是属于那种就是 不爱说话 完了你瞅完就是还挺胆小的那种类型 就是基本上整个吃饭的过程都 一直低着头 没留下什么印象 对 完了我一直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 完了连说带笔话 完了他就是当时是这样的看我 快结束的时候 完了跟我要了一个联系方式 就这么的 然后最后就他给我发信息 他先给你发的信息 我知道了 有一种人呢 他属于是表面上他说不出来 但他一打字就贼浪漫 然后贼会那个用词 你老公是是什么那种吗 我想你了 可浪漫了 一到吃饭点就问我吃了吗 完了就没了 完了我说吃了就后话没了 完了一到晚上的时候就问 睡了吗 完了我就回答一个太没呢 又没动静了 正在测试你的生活规律 我不知道呀 就这么几方下来以后 有一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我给他回了个信息 我说你除了吃了吗 睡了吗 你能说点别的不 完了好几天没给我再发信息 我心里这是不是吓跑了 然后终于等到了他一条信息 问我我想去看你行吗 这么直接 挺大胆的 完了当时我也挺惊讶的 我说那就来呗 所以他坐火车就来到内蒙古了 对完了就来了 完了来了以后 来了以后当时 当时我俩见面 我这邻子 人家来找我不得请他吃顿饭吗 完了我就请他吃饭了 那菜刚一点上 完了我就看他瞅我完了就说 那个我听说你们那蒙人都挺能喝的 那个咱俩喝点不 有 想喝一种 完了我当时行思 这是不是要把自己喝晕乎以后 表白啥的要跟我 也有这个可能 结果当时他说那个喝点不 我说那就喝点吧 他说喝点白的呀 我说那就喝点白的吧 完了我俩当时就要了一瓶二锅头 完了我俩一人半瓶 喝完了以后呢 那一人也就半斤了吧 对喝完了以后我瞅着他好像没喝尽兴呢 完了说那个再来点不 我说那就再来点吧 完了我俩又要了一瓶 又一人半瓶 当时我一瞅他那两个眼睛都直了 表白了吗还是 完了舌头都大了 喝完以后那个老板就是看着我扛着他出去 不是最后也没表白是吗 这顿酒喝白喝了是吗 没有就是后面就是相当爷们的一回 就是有猴 重点讲这一段好吧 后面就是这不是来了他来我这来了三四天了吗 完了那我也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 你啥时候走呀好像撵人家 完了我就就委婉一点说 我说那个你来这儿完了你们那儿不忙啊 不找你啊没事啊 完了他憋的啊 我就感觉当时他那脸红脖子粗的啊 就说你跟我走不 这可能是我听到他这辈子可能最爷们的一句话 你跟我走不 当时他问完了以后我都蒙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但是经过这三四天呢说实话我不讨厌他 对他有好感我怎么回答他 我当时回答的也把他也吓一跳 我说那就走吧 这叫一拍即合对吧 完了就跟走了 就走了去哪了 我跟上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了 完了去他上班的地方待了一个月以后 就回他东北老家了 就见父母了 他领我回去了 这效率够高的呀 我的天 那见父母之前见七大姑八大姨 是不得提前准备一下 没经历过那样场面呢 当时就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都来了 然后就好像动物园看猴那似的 就都把我看着都发毛了你知道吗 完了当时我也稍微收敛着点 就是把嗓门尽量的缩小点 然后动作啥的稍微的不那么大 淑女一点 对淑女一点 那我看看你你究竟能淑女到什么程度 啊 谢谢 挺累的是吧 对是挺累的 咱四天以后吧 反正他们家人也特别的热情 热情的就我已经就忘了 我得我得收着点 聊天的时候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收着点 啊是的 啊好好好 到最后就是啊行我知道了 啊好嘞 就是这样的然后 一丑对原型毕露了就 婚后的生活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说呢就是我俩平时吧 就没有分开过很长时间 最多可能就分开几个小时吧 然后那个平时就是我要出去有个半个小时 我俩没通电话信息就来了 你干啥去了你在哪呢 你吃了吗睡了吗 你跟谁在一块呢 你啥时候回来呀就是就这样的问 就包括我们我们来那个我们来参加节目来 都是我俩买票没买到一个车厢 然后他就他在那头那个车厢 我在这头这车厢还给我发信息呢 你别睡着了啊你可别睡过站了啊 那个你一会儿了你一会儿到那个时候 你就往我这边走啊看着我点啊 你别低着个头走一会儿再走丢了 哎呀你看着点 特细心一个男人是吧 对他心特别细我问一个小问题 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你们两个没结婚以前 刚认识那会儿你跟现在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有变化将近六十斤 我就知道一下就问吃了吗睡了吗 有那么就是就这种结完婚就是发福的很多女性 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爱她特别宠她的老公 我刚才没听里面 我刚才没听里面是胖了六 胖了六十斤 胖了六十斤 对 咱老公都在现场了对不对 故意的吧 你也讲话了你们夫妻俩婚后 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 是的 我掐表一算这聊了也得十多分钟了 我估计老公在下边有点着急了是吧 不放心 来请上舞台 有请月华 是想着急的一路想跑 有那么不放心媳妇吗 她就是比较就是拿我们东西话来说就是大咧咧 就非常就是心里很就跟老爷们是一样的 工作之后谁照顾谁会多一些 她照顾我 我照顾她都会多一些 在家里谁做饭 我我做 你洗衣服 哎呀 那也不用问了 就是照顾孩子会多一些是吗 基本上都是我 但是我知道媳妇是很爱唱歌的一个人啊 那平时怎么兼顾工作和业余爱好呢 烧烤店刚开始装修的时候 她给我弄了一个小舞台 就不大点一个小小台子 然后还买了一堆音箱 然后还装了 从从往买两个灯给我装上了 然后她知道我挺爱唱歌的嘛 完了就说 平时让我在那个台子上唱唱歌 自己过过瘾 所以老公是舞台总监总设计是吧 对 总指挥 总指挥 来来来给太太鼓励一下吧 好不好 老婆加油 唱得开心 唱得好啊 唱得开心 说得很对 参加节目开心最重要对吧 那娜娜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跟老公拥抱一下 准备开始唱歌 这拍的 这拍的 总感觉马上就 一个大杯给摔倒了 老公到台下支持 舞台属于你 加油 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我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你身边正成风景里 花香的诱惑 我 永恒的心 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 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我 永恒的心 永恒的心 与黄梦交错 生死抉择 早已由不得我 我停船 在此刻 在此刻 永恒的心 永恒的心 我 唱得很好 而且很难得 从家里这个烧烤店的小舞台 如今升级到月战月勇大舞台 还这么淡定 然後音色表演都非常的震撼 由于你今天是我们一号登台的选手 所以你现在自动地成为了泪主 请等待您的对手 加油 只要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一定将会获得价值5000元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 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 周周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朋友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朋友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周周 来自山东辽城 我是一名厨师 今年35岁 欢迎 谢谢 今天上来这一二号 都跟池有关 我听说 现在你身份虽然是厨师 但是平时经常唱歌 对不对 对 就是没事唱着玩 在哪唱歌呢 在网上 那家里边有没有人 是你的粉丝 我妈妈 是我忠实的粉丝 每次我上网唱歌 我妈妈就拿着手机 第一个看我唱歌 然后坚持到最后 如果我单位加班的话 或者说跟朋友去吃饭 我妈就会给我打电话 儿子 今天怎么没唱歌啊 什么意思 这不唱歌 妈妈还不放心是吗 因为妈妈看到我唱歌之后 就会 就会看到我 在唱歌 没有干别的事情 我等会 这话里有话呀 你还能干什么事 就是因为之前 我染上了赌博 输了大概有四十多万嘛 其中还有那个 二十万的高利贷 所以说这些年 我妈妈就是每天都会担心我 就是说 看到我 看到我唱歌之后 她就才放心 怎么迷上赌博呢 我记得前几年 就是我的朋友 他们去玩那个老虎鸡 就能赢钱 自己呢 也就碰碰运气吧 也是说 一开始能赢个几百块钱 后来呢 能赢几千 到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呢 能赢三四万 赢几万就是 就跟走火入魔似 就是这钱来得容易啊 完了 有一次又去玩 大约有二十分钟吧 有一次就是输了 有五六万 输完这五六万之后 就想自己这运气 怎么这么差 完了之后呢 就去 去自己的银行卡 把自己的积蓄 有几万块钱拿出来 也都输掉了 没钱之后呢 就想办法跟那个 亲戚朋友去借 你怎么说 你用这个钱干嘛 就是说 撒谎吧 编各种各样的理由 对 编各种各样的理由 其实就是说 还是去玩这个老虎鸡 就是玩到第三年的时候吧 输了大概有四十多万吧 所以现在你回想起来 你知道了吧 其实好多这个机器 后面是可以人为设定 对吧 你最开始能够赢到钱 是他们故意给你设定 让你拿到钱 这样你才会越输越多 因为这事 我前期也和我离婚了 对我感触最大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是输了一百多万 就当时记得的时候 他老婆都已经怀孕 七八个月了 他就是顶不住压力 反正我自杀了 就从这个事之后 我就想明白了 以后再也不闯导覆辙 再也不赌了 你朋友寻短见这件事情 给你很大的 对 丢了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对 你怎么去还这四十多万的债 就去上班呗 本身我是干厨师的 工资一个月有三千多块钱 但是这个高利贷 高利贷的利息 一个月就得七八千 所以说我就没有能力 去负担这个利息了 你挣得还不够还利息的 对 挣得不够还利息的 那怎么办 我就没有办法了 就回家去找我爸我妈了 就跟他们坦白了 一开始我就以为我爸我妈 会打我 会骂我 但是沉默了 一会儿我爸就对我说 就说了一句话我爸 以后你长点心吧 扭头就出去了 然而是我妈 就是哭着对我说 儿子 以后别赌了 你爸妈和你一起 帮你还上这个钱 老爸老妈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妈妈就是地道的农民 种点那个大棚 然后种点地 我爸呢就是 是那个泥瓦江 就是每天都出去风吹日晒的 跟人家垒墙干活 老两口的收入呢 每年也就是三四万块钱吧 自从我出了这事之后呢 我爸我妈就是 干活更加买力了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 去买这蔬菜 买了之后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中午 我妈就是说 就买两个馒头 喝点水 就是吃饱算完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老爸老妈 能多干就多干 能少花就少花 拼命地打工赚钱 为了帮你还债 对吧 对 我爸就是说 出这事之后 也经常那个晚上加班 回来很晚 2011年 8月6号那天晚上 我爸加班回来得很晚 天很黑猫 他就出车祸了 晚上送到医院抢救 没有抢救过来 所以说我挺恨自己的 也不是因为我 我爸也不会去加班 也不出事 不过对不起大家 老爸出事之后 妈妈怎么办 其实我妈这人挺坚强的 出事之后 我妈怕我会有压力 就对我说 孩子你不要有压力 既然你爸走了 老妈就领着你们 子们三个好好的过 完之后你赶人家钱 老妈一起帮你还人家 记得有一次 讨债的走上门来 我妈就站在我面前 跟人家说 你们不要打我儿子 赶你们的钱 我会一定还你们 就是说每年的收入 我妈都拿回出一部分 带着我去还人家 就这样慢慢地 陆陆续续地 还了大概有 二十万左右 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分享的 这个真是血与泪的 惨痛的教训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 好在现在通过 母子俩的共同努力 包括我们的选手 现在也彻底地改邪归正 现在的生活的状况 改善了很多 对 现在我一定有自己 稳定的工作 我妈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账也还得差不多了 感谢我老妈 我们都说浪子回头进不换 今天你站上这个舞台 分享这样的故事 包括你此时此刻 你现在的状态 我相信如果老爸在天有灵 老爸也会欣慰的 对吧 对 这样 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妈妈 今天妈妈来到这现场 咱们把妈妈请上来 好不好 说到这儿 我又怕这个 周周会很愧疚 这个老妈为了帮儿子还钱 打工也过分地操劳 据说好像现在的腿脚 也落下了一点点的残疾 对 就是因为中的大旁 有风湿 我妈就是腿有点变形了都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 儿子最困难这个阶段 其实让我们感动的是 老妈从来好像没责骂过一句 正是您在背后的默默的支持 我觉得也让周周 一下就醒悟过来了 但是我们其实挺想问的 当家长的人 然后看到孩子犯这样的过错 其实都会很生气 但是您为什么选择没有责骂他 因为他犯的毕竟不是一个小的错误 那啥一开始也挺生气的 不想管他 后来冷静想一想 隔着那孩子当妈就不管谁管呢 每当我那啥睡醒一觉 就吓醒了 就赶紧给他打电话 说孩子你在哪呢 就给我回电话 说我改家呢妈妈 我就放心 他不给我回电话 吓得我那心里就打得瑟 怕他再去赌是吧 对 怕他再去赌 爱音乐 爱音乐 我说你好好唱 你败赌了 每次我听不着他唱歌 我就找他 从哪他唱歌 我一陪他到最后 阿姨 今天周周 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站上我们这个舞台 此刻你应该挺骄傲的对吧 对 我为我而改过自信而骄傲 每个人都知道 赌博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就是有那么多人 因为一开始给的那点甜头 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然后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但是成功 从来都不是从侥幸当中来的 我就想跟周周说 记住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留下的每一滴回恨痛苦的泪 记得妈妈今天是一拳一拐 陪你走上舞台的这一个瞬间 记住他 给妈妈在他有生之年 给他更多的爱 更多的陪伴 好吗 不要再错过了 好吗 好 以后再不多 加油 谢谢 记住今天妈妈在台上 说的每一句话 一定 我们所有人都见证了 好吧 我们也会监督你 好 也希望你加油 和妈妈携手 未来的生活 希望你们也越来越好 好吧 谢谢 给妈妈一个拥抱 好吧 以后 以后儿子再也不会躲了 好好地孝敬你 努力挣钱 以后你也不用再劳累了 来吧 接下来舞台属于你 把所有对妈妈的爱 通过歌声来表达出来 好吗 好 好 好 OK 你能从此观众 走吧 娘 别许 亮 我 Black 你能从 cant 家里头放不下 是我的老爸老妈 我的老妈妈 成天为我操心牵挂 寄给她的钱从不花 一分不少都为我赞相 为了我的老爸老妈 为了梦中温暖的家 为了他们的期待 我不怕孤身在天涯 为了他们的期待 我不怕孤身在天涯 谢谢周周的演唱 希望你好好加油 谢谢 接下来请回类主 掌声有请赖娜娜 有请 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梦想挑战区 好 接下来的投票 首先从郭峰开始 娜娜的声音 你的低音部分我很喜欢 反而是到了后边 有可能觉得在高音部分 没有你的低音这么浑厚 反过来周周是高音很好 高音很结实 从唱歌的整体的歌曲来说 那我觉得今天有可能 周周的这首歌会让我更感动 娜娜 我不好意思 我要把反对表投给你 虽然不是专业歌手 但是两位都给我一种不同的感受 很抱歉 周周 我选择了娜娜 我觉得虽然你唱得非常完整 应该说比娜娜唱得要完整 但是我觉得娜娜的声音有特点 抱歉 我把反对票投给了你 周周 继续努力 娜娜的高音的豪气 这个唱出了沧桑感 这个低音显得很厚重 所以说娜娜的声音 她更具在舞台上的感染力 我很遗憾地 把我的反对票投给周周 你加油 好吗 确实娜娜的声音我也非常地喜欢 很浑厚 这个周周呢 宽广 辽阔 并且声音通透 这个是很难得的 并且唱歌很投入 最后我决定 把这个反对票投给娜娜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认为你们各自 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真的没有什么 在音乐上可以去比较 真的分出一个高和低 我是觉得两个人都差不多 所以在音乐上 我无法选择的情况下 就让我随着自己的心意吧 好 娜娜娜 你要继续幸福和快乐 但这一票 我要反对票投给你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周周 挑战成功 把掌声送给娜娜 就家庭幸福 越唱越好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加油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叶 特别呈现 紫林好醋 厚爱佳人 海信空调 喊年换新风 本栏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 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龚毅林 有请 看着这样带礼物的选手 就发自内心的感谢 你好 我帮你拿着 来 大家好 我叫龚毅林 今天27岁 是第一地到达的重庆美食 这个都是我住的汤圆 专门从重庆带起来 我住的汤圆 想请各位评委老师 上一海 重庆姑娘龚毅林 而且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汤圆是你自己 自己做的 对吧 你看 咱们先给镜头给特写 这汤圆还五颜六色的 这白的是传统的 这绿的是什么呢 绿的是抹茶的 这红的呢 红的是玫瑰的 玫瑰的 这个玫瑰和抹茶 都是我后来创新的 好好好 那这样 一二三四五 我知道了 给评论 今天当评委的待遇太好了 又是羊肉串 又是汤圆 谢谢 抹茶的还没吃过 我来个玫瑰的吧 我就来这个传统的这个馅 好吃 好吃吗 芝麻的 芝麻香 霍老师一碗不够啊 仨都没了 您再尝个玫瑰的 有点 就能有那么好吃吗 我才不信呢 挺好吃的 我妈妈告诉我 汤圆吃多了 特别烧心 对吧 吃完了睡不着觉 堵的话 对不对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汤圆别走啊 别走啊 不是 咱也不明白 您的店里边 再多一碗的汤圆 都拿不上来了吗 没吃着 咱请评论分享一下 什么味儿行吗 我听听好不好吃 总可以吧 什么味儿 石鹏 我光听你说话了 吃了一个给忘了 还吃一个 怎么样 我这个是什么 五人的吗 里边有陈皮一样的像 那个里边有 花生 核桃 芝麻 没错 猪油等等等等 近十种原材料 真的 肯定好吃 那霍老师那一碗 真的是 我一回头都不见了 仨都没了 连汤都给喝了 我这是你创新的 你这是玫瑰 是你创新的是吗 对 里边有玫瑰和花生碎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你知道玫瑰 是它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对女人来说 一定特别有吸引力 而且有花的香气 你们几个人啊 光注重吃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站在台上 你就没仔细看看人家吗 对不对 这老板娘 送给你们汤圆 你们看 姑娘长得也很漂亮 不觉得很面熟吗 我们放张照片 看看 有人见过这张照片吧 对吧 这网上很火的一张照片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汤圆西施 对不对 当然说汤圆西施 不仅是因为长得漂亮 还是对你这个汤圆的认可 对 这张照片是去年的时候 有个顾客到我们店来拍的 他后来放在网上了 没想到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有的觉得我这么年轻漂亮 做啥不好呢 非要去卖汤圆 但是也有很多人为我这种创业精神点赞 为什么这么说 有人觉得很可惜呢 因为本来这个逸林是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的 那个时候我考了书法研究生 然后考香港的一家公司也请我去面试 然后卡塔尔航空的空姐也面试了 但是当我决定做汤圆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机会都放弃了 你现在就是放弃了很多 比如高薪的职位 或者可以继续去修学深造的机会 那你家人支持你现在做汤圆吗 才开始的时候 我妈妈真的是强烈反对 对 完全不同意 她觉得有那些安稳又体面的工作 不去做非要来卖汤圆 她觉得我疯了 但是后来我性子比较倔 一般决定的事情不容易改变 所以她最后也就妥协了 为什么选择做汤圆 因为我们家汤圆四代传承 从我太奶奶那一辈 就开始在朝天门码头的一个小巷子里 摆了一个小摊卖汤圆 我奶奶也在做 以前就做的那种传统汤圆一种 我是跟我奶奶长大的 但是后来奶奶去世了嘛 我就没有吃到这种味道的汤圆 所以就想一定要自己把它做出来 这个家里边是世家也好 你选择这个行当也好 其实我们都能理解 这相比起来你要找到当年地道的老味道 其实后者更难 对吧 从采购原材料到怎样处理这些原材料 馅料啊 怎样包汤圆啊 我都是从小看到大的 那你从几岁开始陪奶奶一起做汤圆呢 从我那个时候还够不着案板 就是还要搭一个小碗袋 那你可以记得住吗 记得住 那个配方太熟悉了 为了更好地还原以前的味道 我专门选用了黑猪的猪油 然后花生也是用的小米花生 现在那种老品种的小米花生不太好找 我还专门去一个生产队 一个农村的生产队 请他们帮我种这种老品种的小米花生 店开张之后大家认吗 特别多的回头客 很多人来寻找以前的味道 是有一次啊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在她女儿的搀扶下 就是慢慢慢慢走到我们店里 当时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们店真的很远 是在一个半山坡 她八十多岁 然后她女儿就一路搀一路歇 到我们店来吃汤圆 然后她吃了过后 她说找到了以前的味道 我当时真的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被八十多岁的老奶奶认可 说有以前的味道 也就是说你的汤圆当中 真的是有大家记忆当中的 那个熟悉的味道 对 我觉得年轻人其实 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我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打拼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一样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就好像现在你的汤圆 被大家那么多人认可 是不是 对 继续努力 汤圆特别好吃 我帮你打广告 谢谢 谢谢 请 请 汤圆西施的广告 玫瑰味的养颜 美容 抹茶味的清新 甜美 传统味道的 可以让你找到过去的感觉 来吃吧 太好了 这条广告 怎么也值 曹圆姐姐当成免费吃一个月 觉得我的汤圆瞬间高大上了 特别好 首先把自己的家族的 传统的手艺传承 继承下来 这一点就很值得点赞 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在提倡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对不对 传统的手艺 经过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方式 同样可以焕发新的生命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好了 接下来舞台又留给你了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汤圆西施会唱歌吗 会啊 会 我特别喜欢唱歌 我今天来越战越勇呢 就是除了想请各位老师 品尝我的手艺 还有就是想实现 我儿时的音乐梦想 那舞台留给依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每晚在我的梦想 我儿时的音乐梦想 我可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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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that the four doors You'll be on the way 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re hearing my heart change My heart will go My heart will go 声音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评委将如何选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 再次请回我们的泪主 周周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评委曹颖 伊林真是多才多艺 我觉得刚才你也是呈现了一个特别美的舞台 这首歌是我们都真的特别熟悉的 它有太多比较优秀的歌手诠释过 可能内心难免会有一些比较 就能够听出个别有一些地方的表达 没有达到我心里的一个预期 加上周周她本身其实她的嗓音条件比你更有力一点 加上那首歌选的我觉得情感表达比较好 很抱歉那伊林反对票我投给你 伊林这个汤圆很好吃 唱得也很好 但是我感觉从声音上还有点欠缺 特别是高音 气息要保持支撑住 有点感觉在躲 不要去躲 要把它顶住 继续努力 不好意思 你把握这首歌的这个意境很好 但是在高音的处理上 可能你在这个美声的练习上 或者流行歌曲的唱法的拿捏上 可能练习的不是很多 你完全可以唱得更好 更美妙 那么在这一环节呢 我想周周的演唱 它确实是很能打动人 那么这一轮呢 我想我的反对票要投给伊林 祝愿你的汤圆 更加的好吃 生意红红火火的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周周 首类 成功 谢谢伊林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就说那三碗汤圆不应该给你们仨吃吗 我白吃了 你给我 我肯定支持你 祝这个汤圆西施的汤圆越做越好 生意兴隆红火 加油 谢谢 本节目由醋珠上品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叶特别呈现 紫林好醋 厚爱佳人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您将会获得由海信空调提供的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由新鲜空气搬运工不开窗也能通风的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这里是越战越勇 魏梦畅想 挑战继续 接下来在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出场之前 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 请看大屏幕 屏幕当中的这位快递员名字叫做杨兴 坐在订动车后面的这位是他的女儿 这个小跟班已经陪妈妈送快递四年的时间了 被网友拍下这张照片之后 大家觉得很感动 亲切地称杨兴为最坚强的快递员妈妈 今天这位充满着爱心的快递员 也来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 就让我们现场签收 来 掌声有请杨兴出场 大家好 平文老师们好 你好杨兴 你好 一家人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杨兴 今年37岁 来自三亚 是一名快递员 干快递工作几年了 四年多了 四年的时间了 是 为什么今天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其实我年轻的人也挺喜欢唱歌的 但是从女儿出生以后吧 我快十年没有唱过歌了 今天为了孩子 因为他胆子特别小 我希望妈妈能给他做一个版样 妈妈都有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希望孩子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勇敢的孩子 这张照片被大家拍下来 背后有很多的故事 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我的女儿叫宋杨 因为她一直生病的原因 所以身体质不好 需要人照顾 所以我在每次送快递的时候 都会带着她 她在18个月之前吧 她跟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就是也活活可爱 会叫爸爸妈妈 然后在18个月以后 然后她的发育就特别缓慢 就跟按了暂停键一样 然后我们那时候 也带她去检查了很多的 就是相关她这一方面 只要是能检查的地方 都检查过了 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说可能是晚熟导致的 以后长大以后就会慢慢好 但是随着她年龄 就是越来越增长 也一直不见好 查出来的结论 都是没有结论 对 就是不明确的 往台下一看 我还看不出杨阳今年有几岁 她今年10岁了 然后才38斤 她现在的智力水平 和运动神经这一块 只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 可能两三岁的孩子 比她走得都会要快一些 你刚才讲说 这些年带着孩子 去了无数家医院 做了无数次的检查 但是查不出病因 这对父母来讲 这就太痛苦了吧 对 能去的医院我们都去了 就是如果说是听说 有哪里的孩子 跟她的病症差不多 我都会跑去问人家 你在哪家医院看的 都吃了一些什么药 就是希望能通过别人的 有的那些经验 能告诉我们 我的孩子其实是有希望的 他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该吃的药都吃了 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 一直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每年只要有气温 有不同幅度的时候 就感冒发烧 然后没有办法 在16年的时候 为了孩子 我跟我老公 我们一家三口 直接一家三口 直接搬到了三亚 原来你们在哪里生活 我们是在黑龙江 原来是东北人 对 所以那个地方 冬天特别冷 时间特别长 所以选择去了三亚 因为那个地方 气候我比较好 意味着你和你的先生 可能就要放弃 过去所有的生活 工作 人际关系 对吗 是 为什么选择 做快递的工作呢 因为做快递来说 第一是 如果说是你 只要很辛苦 肯多出力 然后你就能 多挣一份工资 再就是相对来说 比别的工作 工作的时间要自由一点 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女儿 所以选择做快递 我们知道快递员的工作 是很辛苦的 特别对一位女性来讲 但是杨兴 确实在这个快递员当中 每天跑的路途最多 接单最多 干活最重 所以被很多同事 亲切地称为 拼命三娘 有这样的一个称呼 对吗 是 因为 为了我想给孩子 多筹一些治疗费用 就是别人不愿意跑的 我都跑 别人不愿意送的 我都送 只要她好 那每次送见 这个进出小区上下楼的时候 杨养怎么办 我都带着她 她可以力气上楼吗 对 我把她一个人放在外面 我不放心 因为她安全意识比较弱 我怕她出去一站车撞 然后怕她不小心 给别人捣乱 更有就是 我怕别人把她带走了 其实我们大人来说 很多辛苦都能够克制 但是我每天带着她 而且三娘的天很热 当她特别困的时候 我就把她 只有把她板在我的身上 让她趴在我的后边睡 作为妈妈来说 我不能给孩子 一个好的身体 还要让她 我受这么多的苦 每天在外边风吹是晒的 我感觉我特别对不起孩子 我不是一个特别和歌的妈妈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 这个拼命三娘的称呼背后 有多少的心酸 有多少的付出 真的很辛苦 当然我知道 好像医院的有一些朋友 知道了你的故事之后 帮助你们来给孩子 来进行诊断 后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 查出明确的一个病因了 是吗 最终经过专家团队 就是基因检测出来是 它得的是一种 RETT综合症 是基因类的一种罕见病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没有治愈方案 然后只能根据它的症状 去吃一些药来缓解一下 它目前就是这个症状 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综合症 我们中国之前有这样的病例吗 中国目前还没有 然后国外有三例 所以牙羊是首例 中国首例 国外才 三例 其实我等这个结果 我等了九年了 我在想 我以前一直都在想 只要孩子这个病得到了结果 那它就一定会有所好转 办法去治 对 可以对症下药嘛 然后肯定会好 它会跟别的孩子一样 但是这个结果一出来 就是直接把我这么多年的梦 直接就掐灭了 我但是直接就崩溃了 对不起 我们理解你 杨欣 我们永远自己生病 就看不到孩子受一点的罪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刚才说的 一瞬间的这种心情 那我就想问 这个病虽然说没有治愈的方案 那有没有一些医疗记载 就是随着它的长大 因为毕竟还有一些药物 可以帮助它缓解嘛 那它未来能够成长到 什么样的地步 就是能够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吗 随着它年龄的增长 尽量锻炼它 自理能力 吃饭 睡觉 脱衣服 穿衣服 洗澡 上厕所 刷牙 就是所有的一切 生活当中的 我都一直在努力锻炼它 可是这个病就是 影响它的学习能力 是 那你教它得特别地辛苦 它能学会吗 这个时间很半长 我就教它 洗澡 自己搓一搓 就是搓一搓 就是打完香皂 肥皂之内的 然后自己搓一遍 我教了它四个月 四个月都没有学会 然后你每次给它 用淋浴冲水的时候 它还是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要提 一个劲地提醒它 说你搓一搓胳膊 然后它会搓一下胳膊 你搓一下手 它会搓一下手 如果你不提醒它 它就不会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 其实心里也特别着急 我就说这么点小事 你为什么学起来这么困难 但是现在我也已经接受了 你可能就是 孩子比别人慢一些 那妈妈就陪着你慢慢来 我们今年学不会 我们明年继续学 你会特别害怕自己生病 会怕自己变老吗 我有很多时候说 我说我不敢生病 我有很多时候就说 我一生病它该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是 很大程度上 我就是最大的希望 就是我能够多陪它一天 我为什么努力去锻炼它 所有适应的这种能力 我希望在有一天 我老了的时候 我不在它身边的时候 它能够有自理能力 我饿了 我知道跟人说 然后我要是心里难过了 我知道倾诉 最起码来说我希望 它能够好好的活着 虽然杨兴刚才讲 这个病可能影响 杨阳的学习能力 包括她身体的成长 但是在陪杨阳的这些年当中 她会不会还是 无意间当中 给你带来一些小的惊喜 我记得我有一次 她看见我自己 偷偷掉眼泪的时候 她没有说话 她自己就跑去 拿了一盏纸过来 给我擦眼泪 我但是很惊讶 也特别的 说实在的真的很感动 因为这个 像她这种一年关的动作 我是没有教过她的 然后说有时候 像爸爸 因为现在工作特别满 每天早上六点就走了 但是爸爸没回来之前 他都不会睡 他会一直等 每当就是听到外边 有脚步声的时候 他就会特别 一下就特别心愿 说爸爸回来了 然后在 你看三下天热 我带着他送快递 他看着我满头大汗的时候 他自己喝水也会说 妈妈你也喝 他也会给我喝 没能看到他 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也挺欣慰的 我感觉 其实他还是什么都懂 只是比别人慢了一点 你作为母亲还是幸福的 是 当然我们说说人 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生物 我觉得也不要轻易地下论断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杨阳还是给我们 带来了一些惊喜和不可能 也许在陪着杨阳的 以后在日子当中 我们的医学又进步了 科技又进步了 基因工程上没有新的突破了呢 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充满希望 是的 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 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医学这么发达 也许哪一天我们就有了希望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跟你说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一句话 你说作为妈妈 我有时候会恨自己 我觉得我不能给孩子 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特别不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作为妈妈 你一定希望自己能给女儿的 是最好的 所以不是你的错 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去想了 因为今天在舞台上 给我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母爱 有那么多人 用那么多优美的词句 去形容母爱 我可能只是看到一些文字 但是今天在你身上 我全部都感受到了 你就是你女儿生命当中 最温暖的那团火焰 给她温暖 给她希望和给她光明 所以你看杨阳那么爱笑 说明她一直被幸福包围着 对吧 有这个世界最好的妈妈 世界最好的爸爸 还有姥姥 对吧 我们可以把杨阳请上舞台吗 可以 咱们有请杨阳登台 好吧 宝贝 宝贝自己上来 宝贝自己上来 慢慢地 你看哥哥接你了 哥哥帅不帅 哥哥 这么生活 好开心 你好宝贝 来 杨阳 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拿话筒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阳 我叫宋阳 宋阳 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 你看前面 看前面看 你没知道打招呼 是很开心吗 今天是很开心吗 开心 开心 为什么开心 妈妈上台了 对不对 妈妈今天穿的 漂不漂亮 妈妈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妈妈 是好的 其实我在这一段访谈的最后 特别也想呼吁 如果电视机前的 有这个R.E.T.T. 相关经验的 或者资质的医院 或者专家 能够看到这段 愿意主动 提供帮助的朋友 欢迎您来帮助 这样的一家人 真的希望您来帮助杨阳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能够给这个家送去 一点点温暖 可以让这个最坚强的 快递员妈妈 少辛苦一点点 能够多一点点时间 陪她这个女儿 我们也希望 杨阳真的能够 如我们所愿 有一天完全地康复起来 我们会她 对不对 加油 给你一笔心 给妈妈加加油吧 杨阳会吗 给妈妈加加油 抱抱妈妈 好 抱抱抱 妈妈接下来 要给你唱歌了 好吧 你在台下 跟姥姥一起看 好吗 加油 加油 舞台属于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要越过海洋 寻找那一失踪的彩虹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 我要亲手触摸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 还在上边写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让她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 回来告诉你 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嗓音条件还真的不错 充分地印证了那句话 我这样吧 老杨家嗓子都好 希望你加油好吧 好的 谢谢 来 请回我们的泪珠 掌声有请 周中 有请二位 再次来到我们的 梦想挑战区 有请 好 开始我们这一论投票 有请郭峰老师 杨欣 你好 你的声音真的很喜欢 很淳朴 除了高音 稍微的有可能心有余 还力不足的感觉 但你整个的歌曲 我觉得非常的完整 从这一段来说 我觉得杨欣给我的这个惊喜 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要把反对票 都给周中 杨欣 你好 我觉得 亲亲我的宝贝演唱的 确实让我们有一些 没想到 就是越听越有感 能根据你的节奏 根据你演唱的内容 去跟着你去往下去延伸 很抱歉 周周 在这一环节 我支持杨欣 我把反对票 投给你 周周 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 确实说实话 很难投 就是 都是很好的乐感 很好的嗓音 很好的情感的表达能力 都有 在这一环节上 我想支持杨欣 周周 因为杨欣的声音 尤其是在后面的转调 这是我所没想到的 非常的平稳 声音非常的统一 情感非常的真挚 那么这一点呢 非常打动我 我这一票 很遗憾地 投给周周 加油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杨欣 挑战 成功 也谢谢周周今天登上我们的舞台 除了在做厨师之外 希望你把歌唱好 好好地孝敬老爸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加油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 紫霖后到的山西紫霖醋叶特别呈现 紫霖好醋 后爱佳人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您将会获得由海信空调提供的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 吉迪罕 掌声有请 杨曼各位好 你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懂了吉迪罕 吉他的都没听明白 刚才讲的是什么语啊 是厄伦春语 厄伦春语 对 没错 今天带了一些我们厄伦春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小礼物 好 分享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的袍头帽 以袍头帽为形做了一个装饰品 在过去是有真正这样形状的帽子的 没错 没错 之前呢我们是用袍皮和毛 然后用袍巾来缝制的袍头帽 上面的这个袍脚呢 的数量越多 代表着我们的地位越高越尊贵 对 现在就不让戴了 对 现在的袍子是我们的二级保护动物 然后呢 所以说就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形式 然后来还念它 纪念它 做一些装饰品 然后呢这个呢是画皮船 是我们厄伦春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水上交通工具 这个画术画皮船呢 它非常细长 同时呢它没有声音在打猎的时候 非常容易接近猎物 就是它在水里边没有声 没有声 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碗 用画皮制成的碗 这个这是一比一仿真的了吧 一比一呢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 而且它具有防潮 轻便 方便携带 特别好 这个够轻的 同时呢这个呢 另外一个 这个呢 这是什么 是画皮盒 上面这些云卷纹呢 如意纹呢 都是我们民族最具有尊贵象征的图纹 这个呢 这个呢就跟我这个带的是一样的 也是图腾 这是图腾 图腾之花 太阳花 但这个呢 颜色的配饰啊 包括这个 女士带 是女士的 那我都知道了 这应该送给曹颖姐姐 对吧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们把它送给评委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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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哎呀 真好看这个 谢谢 祝你吉祥富贵 我戴上了啊 你太美了 好看 好看 这划船 划船嘛 划船 对 江涛 江涛肯定离不开船 谢谢 怎么到郭峰老师 就变成碗了呢 是一个碗 因为郭峰老师的歌曲呢 特别特别多 不是因为能吃的问题 同时呢就是 吃饭宝败 就像你的歌一样 盆满锅满 哦 好 谢谢 谢谢你 送给 哇 好吃饭 这个我最喜欢 这个有少数民族的选手 来到节目 因为呢 其实可以采访一些 我们不太了解的知识 这个首先 俄伦春族就很神秘 因为据我了解 这个俄伦春族也算是 咱们中华民族 56个民族当中 人数比较少的 少数民族了 对吧 对 我们全国才有 8600多人 那么少的人 对 非常非常少 俄伦春族的朋友 主要生活在哪里 我们主要生活在 大小西安岭一带的深处 森林里面 然后通过打练呢 然后来生活 我记得好像当年 有个什么歌 就是唱这个俄伦春族的 叫什么 勇敢的俄伦春 对不对 杨帆哥要不我教你一段 用俄伦春语唱我们的歌 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啊 那一下 跟 DAC 音 不 应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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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к 金 真棒 太棒 小时候在东北待过 但是这个曲调我们这很熟的 有这个普通话版本的 高高的星安岭 一片大森林 其实这歌当中就唱了很多 俄伦春族朋友生活的场景 没错 没错 所以你给我们讲讲 传统的俄伦春族朋友的生活的场景 好不好 我们当初在森林里面去生活的时候 住的房子也跟其他民族也不太一样 你们是搭帐篷吗 我们不是帐篷 大概类似于帐篷 我们叫丑螺子 丑螺子 就是这样 您看 上面那个搭的是用画木搭成的 然后这个皮子只有夏天 才用画术皮去搭制 就地取材 冬天呢 冬天旁边外面要围上几层的瘦皮来保暖 树呢就是来搭骨架 皮呢来围帐篷 具有防潮 方便携带的一些功效 过去俄伦春族也是游牧民族 对 没错 今天可能明天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没错 没错 这叫 丑螺子 丑螺子 长知识了 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们会打猎 你说那都是过去 现在拿枪都犯法 对不对 每年呢 在特定的时间 政府都会给我们发放一些枪支 给一些猎民 来维护和保持我们的传统习俗 就是有特定时期可以发放猎枪去打猎 冬天的一段时间之内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时间吗 然后我们就尽量就不去了 这应该是爷爷辈的生活了吧 你应该是生活在都市里了 我生活在都市里 但是我每年我还要回到老家 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族人 也都会要定期回到老家 什么时候回去呢 6月18号 每年6月18号是我们的篝火节 篝火节相当于我们汉族的 春节 春节 我们叫古伦木大节 围着篝火 唱歌 跳舞 喝酒 喝酒 吃肉 然后呢还会要玩一些小的一些游戏 用这些小游戏来示威 展示力量 同时呢需要用这些小游戏呢 然后分享这些猎物 如果要是赢的人 可以分享很多很多的猎物 谁游戏玩得最好 玩得最好 谁就拿走了海信空调 送出了两万人的大奖 没错 对对对 明白了 那我看今天离6月18号也差不了一年的时间了 好吧 及时已到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篝火节现在开始 好吧 咱们有请两位评委上台来感受一下俄伦春族的这个篝火节的习俗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过年了 怎么玩了玩什么游戏呢 俄伦春语应该叫 纯地人 什么意思 就是竞力游戏 用一个绳 把两个人往后绑 然后呢 用力量 用脖子来拔合 是这意思吗 用脖子来拔合 然后呢 就玩这个 哪一个 就玩这个 这颈椎不行啊 他有志于竞力 对对对 特别好 为什么让你们两个人上来 就是因为都是颈椎不好嘛 因为平时江涛点平头的时候 发现这个脖子就僵硬 失逢都不用说了 带着独脖上来的 对吧 好 咱们就玩这个好吧 好好 再次强调一下规则 屁股离地就算 屁股离地就算输 准备好了吗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什么来着 纯地人 来 纯地人 第一回合挑战 开始 哎呦 厉害厉害 加油 有点过程 看我没有这腹肌啊 他那肚子圆圆的 跟糖头似的 你吃的是 哎呦 我的亲人 我就不起来 我的屁股就不起来 你看 我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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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厉害 啊 结了 背书就结了 哎呦 不让你 你不来了 不是 说实话 有点欺负涛哥了 你俩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吨位的 你这 我140斤 他160 祝贺在这个环节当中 施鹏挑战成功 施鹏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就是向我们恶伦春族的小伙儿发起挑战的名额 赢得很后悔吧 施鹏你看他为了这期节目是有所准备的带了一个不太从那个脸盘的大小肚子的圆润程度 齐鹏对手啊 好手放腿上 然后陈志愣终极挑战 现在我还没开始你俩是什么劲呢 你干嘛呢 已经是过年了嘛对不对 来挑战 来挑战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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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了 加油 真拼了 施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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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鹏好样的 脸的脸都红了 我的天哪 脸都红了 行 行 行 犯规了 不行 不行 我觉得 小伙子这虎背熊腰的 你想想 我觉得他们的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那个祖辈的这个遗传基因好 输得有点心服口服是吧 但是他喘得很厉害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的腰现在好了 那就再玩一会 真的治腰椎 也算是感受了一下我们厄伦春族这个勾火节 这个重要的习俗 也算是过了我们厄伦春的春节了 对吧 好 谢谢两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我看这个看热闹的是最开心的啊 曹英杰好像乐得大牙都看见了 我太喜欢你们刚才这个体验 我觉得特别好 你是想上来感受 不不就是有点费平美 我特别想问 因为在我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 其实很多少数民族都属于能歌善舞的 据我了解 俄伦春族也是这样 没错 是的是 所以接下来这个唱歌的环节 对于你来讲应该不是挑战 对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来 我们开始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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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再次请回我们的类主杨兴 有请二位在节目的最后时刻 来到我们的梦想挑战区 特别提醒场上的两位选手 这一轮投票的结果将会诞生出今晚越战越勇的类主 与此同时获胜的这位选手也将会获得海信空调提供的价值2万元的奖品 祝你们好运 加油 最后一轮投票首先有请曹颖 我还是想跟杨兴说 我知道你今天来这个舞台就是为了女儿来的 虽然今天我的反对票是投给你 但我希望离开这个舞台 你的这份勇气和勇敢可以继续带到生活中 你跟女儿的未来会好的 会有希望的 越战越勇 加油 先说一下杨兴啊 杨兴的歌声中透着浓浓的爱意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回去教女儿唱唱歌 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的情况下 教唱歌这个是很有好处的 吉利涵刚柔并进 激情澎湃 很完整 支持你 吉利涵 吉利涵你好 在我听了你唱歌之后呢 确实是自证腔圆 声情并茂 驾驭舞台的能力又非常的强 那么在这一环节 杨兴 我祝您全家幸福 健康 祝女儿能够有奇迹发生 在唱歌这方面呢 我会把反对票很遗憾地投给您 结果出来了 今晚越战越勇的内主是 吉利涵 你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坚强的妈妈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有请评委代表霍勇老师 上台颁奖 祝贺 这个挺沉的还 真的挺沉的 好 祝贺 谢谢霍勇 祝贺吉利涵 获得了越战越勇的内主奖杯 希望他继续加油 越战越勇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舰的观众 这里是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挑战无处不在 为梦 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